陳偉業議員 一個就是有關工程建設費的問題 如果你說2010年股價是250億 你做完這個研究 你2018年動工的話 那個員工價一定過500億 你看過去那個工程價格的上升 你沒有500億是賣不到單 第二就是究竟這個工程 這個所謂體育項目 是為甚麼體育而設 這個目標是怎樣 政府是完全沒有交代解釋的 一般這些大型體育館 就是以足球或者籃球為主 香港的足球倒退到現在 就是連這個台灣都不如 當年的足球王國 亞洲的足球王國 現在變了這個足球水雨 所以你見到現在現時這樣的情況 你的體育架構一天不改善 足總一天不改革 香港足運沒有前途 所以你看回現時的體育架構 你繼續去這樣做的話 你是製造表演場地 演藝場地 就不是體育 麻煩你在西九做 就不要在這個啟德做 第三個主要問題 就是那個土地用途 適合到28公頃的土地 主席 如果你用這個地積比率 九計算 九龍的建築面積 九計算 如果改造自住宅 可以建造四萬五千個六百尺單位 是政府建屋的兩年的數量 你政府的梁振英 經常說找地 是吧 連這個浸會大學 一個地盤 一個地盤 可以起八百個單位的地方 都跟這個浸會打了兩年仗 這裡可以起四萬五千個單位 你可以就這樣放 香港 很多議員 就不是很記得歷史 這個啟德體育城 是當年董建華選特首的時候 答應霍振庭的政治交易 而確定的 我知道政府過去十幾年 覺得這個規劃錯的 不應該在這裏起的 但是轉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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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去 沒有人敢否決 是吧 剛才陳婉嫻說 這個好像是黃大仙觀塘 這個九龍城的計劃 這個是全港的計劃 不是地區性計劃 麻煩議員醒一下看看 一個全港性計劃 放在這個啟德 從開始到今天 我都堅決反對這個計劃 因為規劃上的錯誤 啟德是香港最後一幅大型的市區用地 最後一幅的了 你用二十八公頃 去一個大百獎 不知道做什麼體育運動的體育繩 去到成五百億的開支 都未計行政費 如果大家看回歷史 過去十幾年 香港政府在規劃上的錯誤 是歷來從未試過的 高鐵就變成這個低鐵 是吧 最高級的郵輪碼頭 就完全是空置的 西九講了十幾年 是吧 那個建築成本都不知道爆到去哪裡 一而再再而三 我們看到的計劃 你連起這個港珠澳大橋的連接都出現問題 這些很基本的技術錯誤都出現問題 所以在那個概念上 土地用途上 體育發展上 成本效益上 完全完全沒有交代的 那些議員說支持 所以主席 我一定告訴政府 我一定會極力反對這個項目的通過 我待會排隊再問第二 你不要想著今天可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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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會遇到 你不會遇到